通俗易懂聊宇宙 这里是宇宙杂谈 我是Lingo 最近量子领域有篇新闻 说是谷歌的量子计算机 成功实现了一种时间晶体 堪称第三类用动机 这些关键字乍一看 感觉既科幻又名科 但是这确实是来源于 谷歌与斯坦福 普林斯顿等大学的物理学家团队 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 其实这次也并不是 人类首次实现时间晶体 在2017年的时候 《自然》杂志就曾刊登过 成功创造出时间晶体的论文 今天我就试着 尽量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 来解释下什么是时间晶体 当然因为不是专业人士 有错误之处恳请大脑之争 关于时间晶体的概念 它最早是在2012年 由美国理论物理学家 维尔切克提出 顺带说下 这个维尔切克也是量子色动力学中 渐进自由的发现者之一 也凭此获得了2004年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个时间晶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通常解释是说 它是一个开放系统 具有时间平移对称性破缺的特性 无法与周围环境达到热平衡 相信这么解释的话 大部分人肯定还是一头雾水 其实翻译成人话就两点 一在时间上它呈现周期性 也就是能够有规律的重复自身的状态 二这种状态的变化不消耗任何能量 我们分别来看 首先是它的周期性 这个也是把它称为晶体的原因 晶体这个词通常说的是物质的原子 分子这些构成它的微观粒子 按照一定的周期性在空间上整齐排列 所以宏观上物质也可以呈现出规则的几何外形 所谓时间晶体 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在时间层面也具有类似的特性 如果你对一个时间晶体进行观测 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在不同时刻会表现出不同的结果 并且这些结果会随着时间变化 具有固定的周期 也就是说 如果你恰好是在整数周期时进行了两次观察 那么你会得到完全相同的两次结果 这个感觉就像是你来到了一个金格组成的空间 每当越过整数个金格的距离 你看到的将是完全相同的结构 或者再打个更通俗的比喻 就像你拍了一下篮球 篮球弹起来一次 拍一下弹一次 如果现在你每拍三下球才会弹起来一次 那么这个篮球就是一个时间晶体 相邻的两次拍球虽然条件完全相同 但是篮球所处的状态可能完全不同 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时间平移对称性发生了自发破缺 时间平移对称性 意思就是说 你在不同时间去做相同的实验 结果也会是相同的 因为此时此刻的物理规律 和任何其他时刻的物理规律 肯定是相同的 而对于时间晶体来说 你两次观测的时间间隔 如果不是正好是周期的整数倍的话 那么最终结果则会是不同的 也就是对于时间晶体来说 时间平移这个操作不再具有连续的对称性 而变成了像晶格一样离散的对称性 就像空间平移对称性 对应物理学中的动量守恒 这个时间平移对称性 对应的正是能量守恒 这就说到了第二点 时间晶格的变化过程并不消耗任何能量 这是因为这种运动的本身 它就处于一种最小能量的稳定机态 也就是对它来说 相比于让它停下来 不停的运动反而更加稳定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奇怪的性质 目前认为它可能和之前说的 零点能和卡西米尔效应有关 注意一点 时间晶体和传统的涌动机并不一样 它并没有违反能量守恒定律 因为传统的涌动机 它本身并不是处于稳定的机态 它的能量会随着运动而转移走 而对于时间晶体来说 它的运动并没有伴随着能量的转移 完全是种自发的运动 其实这种自发运动的现象 在凝聚态物理中并不罕见 比如在一定条件下 很多超导体中都会自发的产生闭合环流 比如拿一块磁铁靠近环形超导材料 它就可以让环内产生电流 即使此时把磁铁拿走 环形电流也会一直存在 因为此时的超导环就处于能量最低的稳态 如果让电流停止 反倒需要有额外的能量注入 那这种超导环流也算是一种时间晶体吗 它也能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呀 注意刚才说的时间晶体特点的第一条 说的是 它是有规律的重复自身的状态 注意这里说的是自身状态 也就是说 这种超导环流它只是一种现象 物体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 而时间晶体则是自身的基本性质发生了变化 比如密度导电率等 时间晶体的这种特殊的稳定性 非常适合用在量子计算机中 量子系列后面我们会说到 微观粒子与宏观物体作用很容易退相干 从而使其失去量子特性 所以量子计算机其实内部是很容易出错的 而时间晶体的稳定性 正好可以用来避免退相干的发生 以提高量子态寿命减少出错率 以上就是对时间晶体这一概念粗略的通俗解释 可以看出 时间晶体确实是一个 非常出乎意料的存在 有科学家认为 它或许揭示了关于时间本质的深刻意义 通常我们把时间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维度去看待 因为那些空间上的维度 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调转尖头 而唯独时间这个维度 它似乎总是单向的 而时间晶体的存在 意味着时间这个维度 其实和其他空间上的维度一样 或许并不特殊 所以时间晶体这个名字 或许应该叫做 四维的时空晶体更为合适 好了通俗易懂聊宇宙 我是林某 下期见 拜拜